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国内的机车需求量大增了 那这些电动车他们现在产业如何进攻呢 这些电动车他们如何公占马路 现在各个厂商推出了像是充电啦 还有换电的系统 以前在台湾机车呢是比较多的 但是后来电动机车兴起 我们看一下从105年之后的数字 105年之后呢电动机车的数量是连年暴增的 每一年都在增加 每一年都在大幅的成长 包括了在105年的时候 电动机车的挂牌数量其实有18000多辆 那么年增率是93.9% 到了106年的时候 电动机车的挂牌数量 一下子大举增加到了39000多辆 107年的时候增加到7万多辆车了 到了108年这个数字不得了 一下子电动机车挂牌数 一举突破了10万辆 来到169933辆 到了109年今年 现在的挂牌数字也是有5万多辆的 挂牌总数了 而每年的年增率的增加不是百分之九十几就是百分之百以上的方式在突破的 而为了抢工电动机车在台湾的覆盖率来看看 这两家厂商做了什么样的动作 Bogoro积极参与了中油的标案 所以他们预计在今年底会有超过1900座的电池交换站 同时也会插其离岛部分 而另外Emoving呢 今年他们也要进军白牌的电动车市场了 同时已经吸手中油 大胆启用的跟另外一家对手不一样 他们用的是充电系统来扩展电池技术 也要快速的充电系统 号称有上百座 充十分钟可以让你骑到四十公里 那么电动车看起来已经是未来的方向了 根据统计 今年台湾电动机车的领牌数预估可以高达17.6万两 前来啦啦队女神轻轻站台试程 日系品牌推出旗下首款电动机车 使用电动车联盟的换电系统 比市售车辆重量倾15%锁定女性客群 日系品牌首款电动机车跟以往的电动机车 有些不一样 可以看到它的造型更加流线 而LED头灯这边也更加的时尚 来到旗程部分的这里 这里有两个制杯架 解决一般电动车只有一个制杯架的痛点 跟其他品牌相比比较晚进到市场 但解决各项车主痛点 想要一举充起销量 实际来看日系品牌 2019年燃油车市占率只有1.2% 目标靠电动车翻升市占率提升到10% 有点平权有点平权 但未来的科技往电动车的方向 这是一个趋势 那既然是一个趋势 我们如何运用这样一个时代 还有台湾产业供应链 在电动车的整个产业链是非常的充足 非常具有能量 传统车厂进电动车 含出明年要再推三款新车 2025年共要有七款 供消费者选择 积极布局市场就是看上它的成功经验 帅气烧胎2019年9月 国产车厂推出首款电动车 成功带齐品牌销量 数据会说话 发表后到年底 品牌油车卖了406辆 而电动车短短四个月 狂销3833辆 一举冲上电动车 市占亚军 当它跨到这个 就是林佩健相对比较少的电动车来讲 有一定的 就会有一定的所谓的优势存在 所以有宏家藤的这种成功的经验 相信这一次的eReady的加入 也希望说复制到这样的成功经验 传统燃油车由三大品牌把持 车厂拼图为专额开发电动机车 随着各大品牌投入 让原本电动机车独占的市场 慢慢走向战果时代